你找我 我现在在想 如果为我办事的是那个小女人 会不会办得比你更出色 你见识见识 她左右逢源的手量 你好好见识一下 这个叶总监你知道吗 她知道又怎么样 她现在已经完全被这个小狐狸精明获住了 居然还给她的父亲抬出来 给她当说客 她完全已经不顾自己的母亲的尊严了 我真没想到叶总监这么吃起 我现在已经不想再挡下去了 我不想再看到那个小狐狸精这么嚣张 孟冬 你要我怎么做 我要把你小年赶出老宅 安静 花姐真的是一模一样 有这么巧的事 难道她真的是被语动的妈妈 你好 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老板 对 对 是我 有什么事 做先说吧 我是佳容集团 项目总监助理 沙叶晴 你应该知道大华项目很快就进行第一期改建吧 可是我们的房子不属于改建范围啊 这当时我们跟房东谈得很清楚啊 但是大华路二百四十七号这栋房子 你应该很清楚吧 二百四十七号 就是一小棉家的房子 你错了 这栋房子不属于一小棉 是属于北宇童的母亲 安晴 安晴 就是那个 已经去世的那个 确切地说 应该是失踪 或者说就在你家里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既然北宇童认定花姐是她的母亲 你为什么不顺手推舟 这样一来的话 老宅子的产权就是花姐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诈骗吗 这是犯法的 我只知道所有的手续只要是合法的 就不会有意义 只要你让花姐承认自己就是北宇童的母亲 我不同意 我不会让我妈认任何人当儿子 你妈妈 那这位姓金的女士是谁呀 根据我的调查 你母亲姓金 在你八岁的时候就已经病故了 你爸爸一直单身 直到几年前你突然有了一位新的妈妈 这人是花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请你不要把我放在你的皮对面 我只是想提醒你 既然我能查到的东西 别人迟早也会查得到 花姐到底是不是北宇童的妈妈 我并不关心 但是 为什么你不提早这些准备呢 为什么不拿上一大笔钱 带着你的妈妈去一个北宇童 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去过平静的生活呢 还有 那你不想因为这个事情是做你的妈妈吧 说我妈 我妈不会同意吧 毕竟没有那个妈妈 是不心疼自己儿子的 我等你的好消息 好 喂 喂 莎小姐 是我 我答应你的条件 你可别骗我 恭喜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 你笑眠 你就好好陪在北宇童身边吧 叶航轩的伤 就由我来安抚 妈 儿子 你是不是疯了 我不会答应你的 你什么时候借了那么一大笔钱 怎么不和我商量呢 妈 我伤到你开心 我只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你简直胡来 爸 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这么大脾气 我知道你心疼北宇童 难道你就不心疼我吗 我才是你儿子 我不是贪财 等我们走了以后 我会慢慢把卖房的钱还给北宇童的 爸 爸已经走了 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不能让你再跟着我受苦了 妈 你就答应我了 我们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了 你就看看这些照片吧看看啊 你的好朋友你的女朋友在你背后干的什么事 够了 这些我都知道 知道 你还有脸说 他们背着你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你还在那儿装聋作样 还把你的北宇童当成你的好兄弟 把那个一小棉捧在你的手里 你脑子是不是静顺了 你还有没有男人的尊严自尊呢 那只是意外 意外 而且绝对不会再发生 绝对不会再发生 绝对不会再发生 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爸 一小棉 他不会背叛我 背影头也死 我相信他 他们两个绝对不会伤害我 他们两个绝对不会伤害我 我告诉你 我相信他们 我怎么伸出你以前没出现的东西 混蛋 妈 以后这些无聊的照片就别拍了 你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好好照顾自己 我两个时候 你的腰会疼 书以暴怒 记得按时吃药 到时候你想通了 打电话 你 我后来看见 儿子 你要相信妈 一小年就是你身上的毒瘤 虽然会很痛 但妈也要帮你把这种毒瘤 彻底挖掉 花姐果然就是安晴阿姨 小弟终于想通了 肯告诉我们真相 安晴车祸 溺水湿液 被小弟的爸爸救上来 这简直就是小说素材呀 小弟看你们找上门来 估计是瞒不住了 才选择告诉我们的 不过北宇童 从昨天接的电话开始 她就很紧张 我有点为她担心 你可真是皇上不及太坚急 有什么可担心的 她说不定高兴来不及呢 恭喜你 今天是你们母子相认的大日子 不要紧张 放轻松一点 我很轻松啊 哪有紧张 我以为你会跟我一样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 要跟我爸爸相认 我一定会紧张到受不了 所以 如果有个朋友 陪在你身边 应该会好会多吧 谁像你那么薄薄麻麻的 就让我留下来陪你吧 好不好 小编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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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回头 儿子 妈 你真的认得我 真的认得我是你的儿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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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儿吧 费一通 话说的前头 我妈不会跟你过的 她会选择跟我一起生活 为什么 这么多年 我一直陪在她身边 离开我她会不习惯 我答应过小弟的爸爸 会好好照顾她呢 我想 继续和小弟在一起生活 照顾好蛋糕店 然后看小弟 结婚 生孩子 我就很满足了 花姐 难道你都没有考虑过 北宇童的感受吗 她找你找了那么久 她就是想跟自己的母亲 生活在一起啊 好了 晓敏 别说了 就是 不放心小弟 北宇童 我真的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 你可以让我妈恢复安晴的身份 没有问题 但是你应该胸里知足 你至少还知道你妈妈 健健健康康活在这个世上 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吗 除此以外 我们还是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条件 妈 这真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跟我和爸爸一起生活吗 与童 与童 说心话 在我心里 小弟的爸爸就是我的丈夫 我心里的儿子 就是小弟 妈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我尊重你的决定 明天 明天我们马上办了更新护记 但是妈 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之前 答应让小绵 在这里住 直到他爸爸回来找他为止 你可以让他 助到他爸爸回来吗 谢谢你 谢谢 小弟 我也谢谢你 以后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去打扰你们的生活 我爸爸交给你照顾了 谢谢你 易小绵 姐 你怎么来了 我是以家荣的员工 大华街道收购专员的身份 来通知你 这栋房子的户主安情 已经签字卖房了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啊 有什么不可能的 白纸和一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不需要我念给你听吧 你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搬家 大扫除啊 主意不错 如果你要是有心情的话 可以继续 姐 你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花姐才刚刚跟北宇童相认 她怎么可能 马上卖掉这个房子呢 因为钱呢 花姐认北宇童 不就是为了成为房子的户主 可以有权利卖房吗 这是不是你计划好的 就为了得到老宅子 你怎么可以让花姐 去骗北宇童啊 你知道北宇童 跟花姐相认时 她有多开心 多幸福吗 如果北宇童知道花姐 是为了这个老宅子 才跟她相认的话 北宇童一定会设备 北宇童 北宇童 你现在满脑子的北宇童 那叶航轩呢 她是你玩过的玩具吗 你有什么资格 在这儿欺骗她的感情啊 一开始你编造那种 纯洁的初恋故事 把她骗到手 然后口口声说 你心里面暗恋她 心里面只有她 现在呢 你背着叶航轩 跟她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你不觉得你自己恶心吗你 说我恶心 你想把我赶出老宅 都没关系 那你就冲着我来嘛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 卑鄙的手段 却伤害北宇童呢 我北宇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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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妹 你半眼神里很过眼神 你真不要乱 什么 他把房子卖了 小弟啊 你把钱还回去 先不赔罪 啊 要不然 等于想起雨童 心情像刀扎的一样 妈 字也欠了钱也拿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去 北宇童一定会告我们的 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坐牢的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以走了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以走了 小弟 花姐 你们在吗 小弟 妈 我求你了 快走啊 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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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怎么回事啊 都会是妈把老宅给卖了 谢谢小棉 小弟 你妈买房子 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痛这么一筒呢 而且 你们还打算偷偷溜掉 花姐 你有没有为本一筒小童 她好不容易找到你 她有多开心多幸福 你为什么要这样 把一切都毁掉呢 我求小弟这么一个儿子 她在外边欠了一大笔钱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她那么 看得去进监狱 我求你自己是安晴 不是为了朋友 不是骗玉童的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等 但如果你不就这样走掉 你知道北宇童会受多大打击吗 她一直认为 她忙完出春货跟她有关系 所以她一直活在罪恶感里 而且她活得很辛苦 她好不容易找到人 她终于可以解脱这个罪恶感 华姐 我求求你 不要离开北玉桐 不要卖掉老寨子手 我做了这样的事 我还有什么脸见玉桐啊 爸 别说了 我们走吧 阿平 我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离开北玉桐 华姐 我求求你 就为了北玉桐 我求求你 起来 谁让你度管闲事的 谁让你跪下来求他们的 凭什么 你不觉得丢人吗 玉桐 我知道了 这一切是个骗局 是个骗局 玉桐 花姐这么说的 我求求你不要追求小弟的责任 他还太年轻 要去坐牢 我去 我 这是 这是外法漏钱 现在不会远赌 走吧 拿着这笔鞋 有多人走多远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走啊 师傅 麻烦你开快一点 妈 妈 妈 你怎么了 这一切是个骗局 是个骗局 妈 玉桐 玉桐 妈 妈 你总算没让我失望 现在只要我一签字的这份合同就生效了 那栋老宅子就化为乌有了 单刘 齐齐 齐齐 从今天开始 这儿就是你的家了 姐姐 我带你去你的房间好不好 去吧 好 去吧 请等一下 合同有问题吗 没有 我只是认为 叶总监可能更加适合签这份合同 你也知道老宅子对于小绵非常重要 如果叶总监可以亲自签掉这份合同 才能证明他对小绵死心了 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叶总监死心的 不是我 只有一项面 在那边 到底什么情况 八姐怎么会晕倒的 我们走了没多久 我妈的脸色就很不好 后来就开始都特别的疼 最后 然后她喊着你的名字就昏过去了 那她到底是不是我妈 你说啊 这是不是我妈妈 说啊 说 小绵 八姐都已经病倒了 你就不要再隐瞒了 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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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爸爸我妈叫出来的时候 她衣服口袋里就有这张照片 其实从你第一次见我妈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真相了 但是我不想说 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 我不将把她还给你 我怕你们相认以后 我又变成孤枯伶伶的一个人 没有人逃没有人 所以 你就联合杀业机 一行片造出这个骗局 你还巧合她做一些她不愿意做的事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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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自私 我不是人 你哭什么哭地掺着我 但是那到底什么情况 你告诉我 告诉我 医生说 我妈是因为当时的车祸 导致了脑部损伤 后来没有得到脸好的剧量 必须进行颅内手术 医生正在会站 俭见 就是 看见 这条脑部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手术一定要成功 北宇童和花姐终于能母子团聚了 北宇童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好人是有好报的 他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幸福 医生 手术怎么样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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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非常成功 没想到北宇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确认手术方案 真是了不起 那我妈呢 已经转到重症监护室了 你们可随时可以去看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客气 客气 我就知道北宇童一定会成功 他真的成功了 妈 你一定会醒过来的 这段时间 我会一直备在你身边 直到你醒过来 再叫我一生儿子 好不好 是吗 吗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妈 妈 妈 你醒了 小弟 小弟 我是雨童 小弟 小弟 妈 小弟在哪儿 小弟 妈 你认得我吗 我是雨童啊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是 你 我 你 你 你 他也显得性是一群号 也就是说 从另一方面是他心理因素也比较长的 不知道以前 他有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痛苦和打击 有没有不愿意面对的人 毕竟心理的创伤 要比生理的创伤 要严重得多啊 小弟 妈 我在这儿 妈 妈 我在这儿陪着你 不是开玩笑吗 居然还敢让我签字 这算什么 这是你用卑鄙手段取得的战利品 卑鄙 我卑鄙还是易小棉卑鄙 他一边接受了你的爱 一边又向北宇童那边投怀送抱的 我就不相信你没看清楚 别讨论我和小棉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我最讨厌耍心机 耍手段的女人 从明天起你不用来了 我耍心机 是我让易小棉一步一步地往北宇童身边走的吗 我只是在帮你 我想让你看得更清楚 这样背叛的爱不值得你爱 够了 我了解小棉 了解宇童 他们之间 没什么 你是在说服我 还是在说服你自己 请你出去 偏步 这份文件可是梦能的交代 必须要由你亲自签的 不管是谁让我签 我绝对不会让小棉失去老宅的 再说你 你明天不用再来 叶总监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办负而废的 就算走 也要等做完这个项目 那是你的选择 可这份文件 我不签了 没关系 我可以等 我们发现 他有选择性失忆情况 不知道以前 他有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痛苦和打击 有没有不愿意面对的人 雨桐还不这样 我去劝劝 你别去 你就让雨桐一个人待着吧 他现在认为 安晴阿姨的失忆 是在有意逃避他这个儿子的存在 所以他对车祸这件事 也一直无法释怀 这件事他都告诉你了 他跟我说 车祸之前 他跟他妈妈大吵过一架 这是雨桐最大的痛 我没想到他会告诉你 小编 过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雨桐她 有一个很爱的女朋友 女朋友 没错 她叫蒋子瑜 是雨桐爸爸 在医学院的学生 但后来中途退学 没有完成学义 雨桐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不能自拔地爱上了她 可是 真华收手和安晴阿姨 强烈反对 雨桐一直崇拜安晴阿姨 但为了蒋子瑜 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战争 你应该知道 雨桐很在乎她的手机 基本上是寸步不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里面存着 蒋子瑜在她每年 生日唱的生日歌 你手机忘在浴室金水了 我找人帮你修好了 你看看 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在 你怎么可以乱动人家东西呢 那现在蒋子瑜人在哪里 为什么她没有陪在雨桐身边 车祸之后 她就离开了 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任何消息 后来听说 她参加了国际救援会 在东非边远地区 做一共 而雨桐呢 这些年来 她都没有再找女朋友 因为 蒋子瑜才是她唯一爱的女 也是她最大的同 同学 这些年来 她都没有再找女朋友 因为 蒋子瑜才是她唯一爱的女人 也是她最大的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发烧了 你别管我了 你快去找杭轩吧 我不走 我想留下来照顾你 我不用你照顾我 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好不好 走吧 哥主 我办不到 每次我有困难的时候 你总是第一个出现 给我温暖 给我安慰 给我力量 芸桃 就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好不好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请求 你说保留的沉默 我 我 我知道 我有一千个一万个理念 都不应该偷偷出来找你 可是 我就是没有办法看到你一个人难过 我还装作不闻不问 我没有办法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为什么 为什么每一遍我都想见你 为什么我那么想要守在你身边呢 永恒的床吧 想起中间的笑话 想起来哭 像沙哑 我一遍我最好回的女朋友 我一遍我最好回的女朋友 梦动我从下 每个人都有个 秘密情片说唱 白玉桃 黄玉桃 你这个混蛋 不要 叶黄玉 跟白玉桃没关系 是我自己来找她的 你想说什么 白玉桃她一直拒绝我的安慰 拒绝我的照顾 我想说 我想说 说 对不起 我早就喜欢上她了 对不起 真的是这样子 一个是我的微后妻 一个是我的好兄弟 好 好 好 以后我不会再关你们的事 从今天开始 少爷 我不再自作妒忌 以后不再是兄弟 好 杭玉桃 杭玉桃 你看上去什么都有 但其实 你什么都没有 今天你最喜欢的女孩 你最好的兄弟 也一起离开了她 好 我知道了 拜拜 叶总监 你怎么了 你好像每次不开心的时候 都喜欢到这里来啊 你不会要在这里做到天亮吧 要不我交车送你回去 哎 你和易小棉 北雨童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要再跟我提那两个人 其实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特别懂 被最信任的人 背叛之后的滋味 那种苦和痛 全都伤在自己的心上 我给过她的疾苦 相信她 可是我真伤 像你这样自暴自弃也没有用啊 面对伤害我们的人 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情 就是变得强大 我绝不能让自己的眼泪 平白无故地被风吹干 这是那场火灾交给我的 我们一定要变得强大 这个世上只有靠自己奋斗 才能让自己不再受伤 你想怎么做 这是老宅子的转让合同 安晴已经在上面签好字了 只要你也在上面签字 那个老宅子 就完完全全地在我们手上 易小年就会彻彻底底地失去 他苦苦守候那么多年的东西 叶总监 这就是对易小年的背叛最好的程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